大家好,我們來到第二集的囚禁之館 上次說到有一個兇手拿著一把金色的小刀,打算殘害我們 但有一個人救了我們,其中一個的銅本救了我們 現在就要找金色的刀是誰,但現在暫時還未知道 咦?那箱子又動了 那櫃竟然動了,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好,為甚麼會動呢?是不是好像有些東西要調查一下 要調查一下,方媽 調查一下,會不會馬上死 看看底線 幻耀,太黑看不到 甚麼?眼珠? 你玩我有事嗎? 嚇到我,對不起不想嚇到你 你是住在這個閘宅裡面會說話的 貓是麗莎的寵物,經常跟麗莎一起一直讀書 你忘記了嗎? 沒事 我看了很多閘宅,就想捐進去 應該是貓的雜性 沒事,我就走了 貓的雜性 好 記得它好像麗莎的寵物 雖然在貓大可以捐進去那些閘宅 我被襲擊的時候 它還是捐進去 也有一個窄的縫隙 對呀 剛剛我一直被金色刀吸引了 或者嬌小身材才是重要的證據 可以從廁所縫隙進來的襲擊者 很有可能就是內羅里 這樣一看就說不定都可以的 那兩個小孩 但是這裡不是這個襲擊居民 只是寵物來的 它會不會襲擊我呢? 有可能是麗莎寺師會襲擊我 總而言之呢,他們兩個小孩已經調查過 只不過是調查一下這隻貓 這隻臭貓 在哪裡啊?這隻臭貓呢? 這隻貓在哪一層啊?第三層不同的 真的 對呀,看到了 因為它有在右下角那裡 會有寫過層數的人是什麼人 對呀 慎重地調查 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 嘩!嘩! 來了,麗莎出場 喝酒之後,盛情大變 也是那些人所說的灑酒風 同時喝醉的時候 喜怒哀樂的情緒會激進化 主人工非常難以應付的類型 這個拿外住寵物的內羅里 好 啊!喝多了 嘩!感覺想吐 怎樣啊?沒有東西啊 我要在這裡睡了 嗯...睡著了 在門前睡著了 看來沒辦法輕易叫醒他 但是進去之後這道門怎麼辦 蛤? 現在拿卡比獸啊? 嘩!還有聲音啊 拿卡進去房間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在頭盔 先進去房間 三面鏡 漂亮首飾,喜歡打扮 嘩!這個人為什麼 人體霉的啊 好恐怖啊 那我下個秒就會動 應該不會出現這樣的情節 嘩!你這麼說 好害怕啊 大哥 不要亂說 假的東西不可以亂說啊 病歷,酒精,依賴症 總之經常喝酒 有這個依賴症也不奇怪 嘩!好恐怖啊 應該會有這樣的東西可以轉進去 嘩!這個又要按 看那款 人體霉的 人體霉的 那我下個秒就會動 不過應該不會出現這些情節 死了!這幫人在動 慢慢走 先 等你去麗莎喝 不要動了 應該沒事 應該要走 好恐怖啊 快點走 嘩! 突然走出去了 唉 沒事了 嘩! 來個大霸仔 吵亂巴閉 馬上拿了一張 敲爆他的頭 喝! 喝吧 書房 成功離婚的方法 就當了抹槍兼霸 咦? 這個是那個公仔那個什麼 戒走的方法 這個不是他那個管家的嗎? 是不是那個管家 讓我看看日記 再忍不住了 已經引落到極限了 好像為什麼而煩惱 還沒有人來找我嗎? 這個赤馬隊來說太大了 不會是年輕的時候穿吧 咦!這裡有一張他年輕的照片 莫非是木辣? 但是跟現在的樣子完全不同 這個真的是他? 好,我們可以繼續出去了 這裡有本書 《愈出色的妻子交換的方式》 我估計他跟他相處很少 啊,對 原來他 我記錯了 我以為是管家 好 先看看人物登場角色 我們先看看 這個 這個宅的主人 是啊 我記錯以為是管家 不好意思 現在就走了 先看看 去這個看看 先問問他們的東西 兩個人好像在聊些什麼 這個是阿仁 阿春 其特服裝特徵的青年 跟他一樣隱蔽行動 雖然想跟阿仁一樣幫助主人工 但經常被阿仁制止 說話好像小孩子 和華麗的外表不同 那個孩子必須靠自己完成的事 你不是很清楚嗎? 但是 你想眼白白看著他死 你真的覺得可以? 咦 我是因為 嘩 原來你在這裡 剛剛有些說話 不用在意 快點去調查 不快居民又會襲擊你 加油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入過 剛才那兩個 智利 這個跟他在玩 這個 事上話以周圍人警戒心很強 舉手投足之間都十分小心 為什麼有隻貓是個謎題 你問我什麼事? 你在這裡做什麼? 你問我有什麼企圖? 我還不可以相信任你 所以我不會回答你問題 怎麼知道你? 好像王Sir一樣 快點讀書給我聽 否則 我是很忙的 快點走 嘩 我很忙 我入河上不是很忙 嗯 剛才那個 這個 主人啊這個 嗯 我以後很喜歡做實業 明明只是年輕 但是熱衝學習 將來一定會成為人才的 作為父母很自豪 不知道他像誰呢 很熱衝一定成為人才 很自豪 不知道他像誰 這個是什麼 生物殘骸 這個 又來到我的房子了 又不說是討厭的蝦帽 不用在意 啊 跟他的關係不太好 這個是不是日記 醫療的書 他知道你的房子是剛才去了 這個都去了 那現在去哪裡 應該是這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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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一醒 快點拿走來的 紅色的酒 記得是一樓 在一樓哪裡 又睡著了 移動到一樓 原來再按 一樓 不用問了 一定是廚房 是不是廚房那瓶 好像廚房有一瓶紅色的酒 是不是這裡呢 這個 肯定有東西出來 我覺得 可以用來供奉些什麼 真的拿走 沒有時間有意 快點拿給他 嘩 他這裡不能發出 嘩 對 我都猜到有東西動了 什麼 不准拿走我的酒 走 不然我原來殺了你 你 在做什麼 快點走 做那麼久 你會死的 再說明 快點走 嘩 他走得那麼快 嘩 神經病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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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得很快 不快走的話 放心 已經放棄不會再追殺你 是廚房的亡靈 他沒有辦法離廚房太遠 好像沒有跟你說 除了居民之外 還有一些危險的家夥 不小心就要馬上被殺 你處於時刻都不可以放鬆的狀況 如果有什麼不對勁就要馬上走 好 這個也不是舊 只是給你建議 我只說這個酒 你帶到麗莎那裡 快去吧 我就猜到了 他沒有發出移動 一定是有鬼 好 卡比秀 喝吧 好 好像還在睡覺 帶來的酒 收下 就是這個了 好 好 那真的可以走醒嗎 爽快得多了 他的臉色真的變好了 嘿嘿 謝謝你 走到來落 跑進了這房間 咦 總之現在可以調查他的房間 說不定了 是利用了那隻貓來襲擊我 總之要做好準備 是以便隨時逃跑 好進去吧 咦 他又躺下了 好像睡著了 如果想和聊天 現在趁現在 好了 好了 一本名為廚師的兒童圖書畫 婆婆爛爛的 看看這個 電話 頸圈 仔細一看 他的圈裡面寫著 寫著 內落尼 是他自己寫的 OK 我們問主人 嗯 雖然順利來到這裡 但我應該問些什麼呢 如果直接問是不是被你殺 有什麼事 做了一份睡覺 在這裡倒一倒 你是麗莎的寵物 對你說的你都會肯聽 是的 如果不聽的話 他就會很生氣 好原來是這樣 那你最近有沒有被拜託做些什麼 最近 最近沒有 哦 是的 我最後是他襲擊了我 或者是我搞錯了 咦 你找我 內落尼有什麼事 他醒了 哦 覺得會說話的貓很奇怪 所以我想和他交流 哦 是這樣 是的 好可愛的 他願意聽我的話的好孩子 安靜點 你放得到我學習了 不要這樣說 內落尼 那我走了 打了你們好像不太好 然後我就離開了 還以為是他命令襲擊了 結果都不是這樣 不知道是誰走出來的 我玩不到金色的小刀 只知道襲擊我的人 可以在洗手間的縫隙進來 所以覺得身體應該很小的人 知你莫爾福 然後我還懷疑他的寵物 內落尼 內羅尼 內羅尼 好難讀 其實 到最後我還沒搞清楚 應該怎麼做呢 但只有一位調查 不用麻煩 又來了 我聽到呼喚就飛出來的春 我是 又說你兩個人做事都太古板 覺得你壞了我幫我就來了 我對女孩子很溫柔 跟人完全相反 OK 交給我馬上就知道哪個襲擊你 現在調查一下 又在房間號好休息 要被人罵了 可以走了 OK 怎麼他們兩個這樣 走完了 好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現在我們知道的就是 他們三個人都說自己沒有做過 即是我們三個人都覺得好像沒什麼問題 沒有一個是兇手 即是會襲擊我們的兇手 但是 可能又會說謊 或者是 假裝不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